想成为私人银行的客户 你到底需要多少钱 别人讲这个事要三分钟 我不啰嗦 一分钟讲明白 私人银行不是私人开的银行 它只是银行提供的一种高价值服务 像咱们国有四大行 都有自己的私人银行 而进入的门槛呢 也不太一样 普遍来说啊 就是资产六百万以上 但公行的要求是八百万 而招商银行的要求是一千万 这里的资产呢 很多人可能会误解 说我家的房子值一千万 那我是不是也能进 那肯定不行啊 这个资产指的是 你在这家银行的存款和理财 说白了 就是你在银行存六百到一千万以上的现金 那你就能成为私人银行的客户 但进了私人银行有啥好处呢 你可能觉得 就跟那个传说中的黑卡一样 生个病都得用直升机来接你 但实际上你想多了 我咨询了一位身价九位数的朋友 据他所说 实际的好处就三个 第一 坐飞机可以去贵宾厅 第二 去银行办事不用排队 第三 会有私人银行的标志 发朋友圈的时候比较有面 其他时候呢 就是让你投资理财 或者参加一些高端的线下活动 而这里呢 还有一个冷知识 我国最大的私人银行 并不是国有私大行 而是门槛最高的招商银行 他们的私行客户将近二十万 管理的资产规模超过三点三九万亿 那如果是你 你会加入吗 关注我 讲知识 不讲废话